哈喽大家好呀 欢迎来到38岁丁克姐姐的Vlog频道 对 38岁也可以活得很精彩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长沙旅游Vlog第二期 主要给大家介绍一条 非常多好吃的的路线 小伙伴抵达长沙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那第一站一定要去 本地人才去的冬瓜山吃宵夜啦 NICE 下午4点才开始营业 主打的就是一个夜生活的冬瓜山 可不是浪得虚名 欢迎来到长沙 湘西腊肉炒饭 各种凉拌小菜 口味虾 喝个小酒撸个串 烤黄猴烤黄油 口味花甲油爆虾香辣虾 这条街的意义就是从街头吃到街尾 各种老店 一般它味道做得不过观的 在这条街上它也存活不下去 咱们再换一家吃一下这个 紫酥桃子浆和猪油拌粉 看过我视频的都知道 每次来了我必吃 对比一下你就发现 长沙的人真的非常热爱夜生活 到了晚上就要出来 嗨 这么多人群 其实是因为今天江边放烟花 厉害吧厉害吧 刘阳就在我湖南 进水楼台先得月 盛大的节日我们总是可以看到这样感人的烟花 太棒了 哇今天真的超级多人 我的天 我还能顺利的回去吗 第二站后湖国际艺术中心 如果你能早起的话 你就可以先去月路山打个卡 再来后湖逛逛 后湖的风景非常的好 这里有很多精致的小店 而且人也不多 逛一逛拍拍照 骑骑车是非常舒服的 没想到居然遇到了这个 哇 有谁懂我 那个新标的你爸在找你哦 最近看溥役勇真的很上头 这里的小店就都是很精致的 还有很多价位在两三百左右的潮牌集合店 喜欢拍照打卡的妹子这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小伙伴是科比的铁粉 必须来这个涂鸭墙打卡一下 我在抖音上看到这个来打卡的这种 要给他这个机会 在这里你还会随时偶遇到 这么漂亮的鹿娘小姐姐 立马求合影 太精致了 好美呀 后湖的旁边就是第三站 鹿山南路 鹿山南路上的美食简直数不胜数 这条路上 逮着人多的店去吃就对了 这份是我的主推菜单 仅供参考哦 但是应该不会很多雷吧 毕竟你看我的身材 可是实打实吃出来的哦 第四站梅西湖艺术中心 这个建筑是扎哈哈迪的一座 天气热的朋友来长沙玩 可以买一张去里面参观的票 一整天都在吃晚饭不宜过早 看一个喷泉表演吧 八点左右这里就有喷泉表演 天气热的时候水雾这样吹在身上 非常的舒适 抱走了一天停下来 坐在喷泉旁 和朋友聊聊天 每个城市总是有每个城市自己的特色 长沙最大的特色 大概就是被大家津津乐道的房价 一个省会城市 一直控制在两万以下的房价 在这样的地方 努力了你未必有更多的收入 不努力反正也就死不了 或许这是长沙很多打流荡的原因吧 晚饭就吃标准餐费大厨 我带我外地的小伙伴去吃 基本上都得到很高的评价 九分以上哦 今天的行程就结束了 看湖南的花都是辣椒做的 要来感受一下这火辣的氛围吗 长沙永远欢迎你哦 我是暴力志宇 喜欢我你就关注我 欣赏我你就鼓励我 谢谢观看爱你